大家好,我叫汪小丽,在广外车站西街15号院社区工作 社区工作已经20年了,小区因疫情期间封闭管理后 我的工作内容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现在每天最主要的工作是办公室窗口回答居民的疑问 并为有需要的居民开具核酸检测情况说明和隔离情况说明 经常是一站半天居民关心的问题比较集中 比如什么时候可以解封,核酸结果出来了吗 能不能出去看病等等的问题,一系列的问题 每天我都要重复回答同样的问题 没有时间喝水,没有时间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我知道,在特殊时期居民们更需要我 作为一名老的社区工作者,我也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 小区刚开始封闭的时候,居民或多或少的有些担忧 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 我耐心的向大家解答,我的工作强度也变得更大 每天都需要接听居民的来点,解答居民的诉求 每天在小区里,至少要走上一万步以上 这两天由于工作忙,下班晚上都要到十一点了 就在单位住下了,为了更好的投入到第二天的工作中 居家隔离的居民,因为不能出家门 订了快递,直接给社工打电话 我们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去小区的门口拿快递 送到家门口,并且为他们扔了生活垃圾 平时有别的困难或者疑问的,都可以随时打电话解答 尽力为大家解决 你好,社区就有会的,那给我吧,给我吧 好吧,就 我先救你啊 没事,我门吧 有事儿,元爷啊 卡4204的,完了,这都打满了就行了 有会儿吧,居民跟你说的事儿吧,你不能不当事儿 每一次跟你说的事儿,你都要记下来 尽可能的,尽自己最大的能量去为居民办事儿 我觉得居民挺认可我的,我就是见识我动力吧 反正居民见了我,都很热情,都真的 大家都叫您什么呀 我觉得居民们就像我的朋友一样,我的亲人一样 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机 我觉得我更应该和我们社区的居民站在一起 共同度过这段日子 我相信困难都是暂时的 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北京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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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给你健康 开启方 EE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